我们就来迈向2021年 在这段时间仍然有很多大盘出现 我们是有得选择的 如果你有置业需要 让上楼的简单预告这五个楼盘的位置 让你好好部署制定你的置业大计 不要让发展商牵着你的鼻子走 让我们拿回发球权 让我们来介绍下来的五个新盘 三个海景的大型屋苑 一个在金融区旺中大静的优质物业 最有升值潜力针板上盖物业 你没听错真是针板上盖物业 在今年四月 我跟大家介绍过近市区的四大好盘 全部已经开卖了 包括有The Campton, Sea to Sky, Coco Hills, 和帕奥装 大部分都卖得不差 帕奥装做到全城空洞 但去到现在 剩下的货尾单位销情麻麻 我个人觉得应该卖不完 希望我跌眼镜 当时你认识了上楼得没? 你喜欢重温 可以按右上角的连结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知道市场最新的资讯 或者想听听我个人对物业的看法 市场的分析 记得订阅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专页 还有IG 很多置业的提示会放在里面 究竟这些单位在哪里? 让我逐一介绍 先看第一个何景单位 发展商五矿地产 物业名称 惠南东岸 Montago Bay 地址是油堂 中信街18号 由四座物业组成 688伙 户型由开放式到四房 面积由230尺到2000多尺 预计关键日期 2023年3月31日 楼花期长了一点点了 但胜在户户有海景 而站立于在香港东边 家里就是正正李鱼门码头 我是平时吃海鲜那里 也是三家村避风堂 是时间我带大家看 第二个即将开门的新盘 我们由油堂入小小去将军澳 你猜在将军澳哪里? 给大家一些提示 之前买了很多新的新盘 例如有Sea to Sky Ocean Marini 我猜你一定猜到 就是日出康城第十期 由南风发展 LP10 如果说位置 它正正是离开商场最远的地方 也是站立在海边 各粒头的位置 最美的海景 我估计大部分单位都是开大职 如果你现在在想 Sea to Sky 海景单位 又怕被人遮住 不如等下看LP10 一定没有人遮住海景 最实际 我们又从将军澳日出行城 出市区 去九龙那边 地点西九龙 由五个发展商组成 投得西九龙 例行街项目 由惠德峰地产 信和置业 加瓦国际 世贸房地产 和宅娃合作 五个发展商组成财团 在几个月前 已经高调 命名了整个物业名称 Grant Victoria 好像怕全香港人不知道 有一个物业在 他们会分三期发展 合共1437个单位 首先第一期 会推出524个单位 如果你在九龙区找到物业 这个项目你不要错过 因为都是在海边 接着我们过去香港岛 金钟湾仔那边 物业坐楼在星街8号 正正在PV3斜对面 发展商也是太古地产 项目名称H Star Street 楼高24层 提供37伙 分层单位标准户 由430尺至910尺 而顶层幅式单位 由980尺至1200尺 其中一伙还有私人天台 很多中环人都在留意这个地方 不知道你又怎样看呢? 欢迎留言说下 最后我们回去看看一块砧板在哪里 第五个项目就是 黄竹坑上盖物业 为什么要形容是一块砧板 因为它的基建设计 好似九龙站 项目分为六期发展 头四期已经有发展商投得 而第五第六期 根据港铁所说 很快就招标 而第一期 由路径基建 加平安不动产投得 就是画面上 绿色这两座 坊间流传 未证实 物业名称 进环 我个人觉得格格不入 不过都是不关我事 由两座物业组成 提供815伙 主打两房三房单位 预计落成日期 2023年1月31日 一次过和大家分享了五个项目 部分项目 我觉得非常有投资价值 有一些也会变成中热化 不知道你喜欢哪个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排序告诉我 你喜欢哪个多些 之后我会个别 有独立的专属影片 每一个项目的利与币 和有些地方 可能你看漏了 我会提到你 但最重要 都要你订阅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 就不会错过 未来的五个项目 未来的专属影片 应该最快是 尤堂的五抗地产 桂南东岸 希望你喜欢这条片 再见 谢谢大家